美好初见 从汽车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初后初见》 我是静景 来到这个展台 我真的就想迎试一手 论热度数电动车型 还得看红光mini EV 真的要说国内现在 什么新能源车最火 那真的是非红光mini EV莫属了 它从上市到现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 卖了20万台 真的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但没办法 人家走的就是一个亲民路线 而且武林也说了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 那今天这个武林红光mini EV的 敞篷版官图刚刚发布的时候 大家就说 有可能它才是 年轻人的第一台敞篷车 而且人民真的需要敞篷吗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呼声非常高的 武林红光mini EV敞篷版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概念的车型 它还没有到最终量产的那个版本 所以你会发现 像牌照架什么的 这些它现在都是没有的 所以呢 只是大概的一个样子 包括什么的参数 到现在官方也没有公布 到明年的时候 才会真正量产进行销售 那但是我们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它其实跟武林红光mini EV的 这个原本的这个版本 是保持了一致的风格的 就是这个配色 你看它是一个 莫兰迪色系的那种蓝色 而且还带一点偏光 整体的感觉会非常的清新 再者呢 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把车标的这个位置 包括后面车标的位置 都做了一个隐藏 是内嵌的 就要比在外面去贴一个车标 来得更有质感一些 而且呢 你从侧面看过去 这台车 它侧面的线条 没有之前武林红光mini EV的那种 特别灵力的线条了 所以显得会比较饱满 那说到敞篷版呢 其实它最大的变化 肯定是它那个软顶的那个部分 然后包括它座椅的整个的布局 那像我红光mini的普通版 它还是说一个四座的布局 虽然说四座立起来之后 后面后备箱就没有了 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四座车 但是它呢 就结结实实的变成了一个两座车 而且呢 因为软顶的原因 敞篷的原因 所以它现在是没有后备箱的 但是不知道量产之后会不会有 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官方 确实现在没有给出这个确切的消息 说到内饰方面呢 我觉得之前这个50红光mini的普通版 会有一点点老年代步车的那个style 但是呢 这个敞篷版的内饰风格 明显的变得更科技了 而且更有运动感了 是不是运动感 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台车身上 你看它整个内饰的配色 是属于那种浅灰色 浅色内饰的配色 会看起来很洋气 而且呢 它的方向盘做了一点点平底 上面还有一点这种装饰条的设计 还挺漂亮的 再者呢 就是用上了现在比较主流的双联屏的设计 最后呢 就是它座椅的部分 它是一个两座的版本嘛 刚才就已经说了 然后它整个的座椅 也是一个一体式的座椅 那作为一台这样的敞篷车 你觉得它的价格还会亲民吗 那另外呢 敞篷车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接受的范围 所以呢 它能不能成为爆款 我们只能日后再拭目以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